其實有時不太明白 為何細念這麼好吃的車仔麵人不太多 快點文記或者很出名的車仔麵 他們這麼多人 他們的質素是沒有這間這麼好 它這裏車仔麵檔環境是很大 之前是轉了手 前身是個個雞 這邊還有位置可以坐 施絕山 台南熊肉飯是他推介的 還有這個山炸雞腿都是很好吃 他說推介 不過我們沒試過 下次來試一下 我們那次吃了這個山菜鯪魚肉 它的鯪魚肉是大大塊的 而且吃下去都很用心去做 其他那些就沒有個like 也有個like 原來有很多個like 我們試了豬手 冷肉未試 下次可以試一下 牛奶我試了 都很好吃 自選車仔麵 有不同的麵底 有麵 油麵 烏冬 公仔麵 可以菜底 還有加麵 加麵8元 還有不同的車仔配料 價錢大概是10元左右 都有幾十款 還有這些12元 剛剛那些是10元 下面還有14元 還有雞翼 我有雞翼 還有不同的醬汁 還可以選多汁小汁 還可以選辣度 還有一些小食 小食有雞翼 雞腿 豆腐 還有牛肉 鯉魚肉 燒賣 魚皮餃 什麼鬼都有 有幾乎 都是十幾二十元 這邊還有飯 原來車仔麵都有飯吃 有豬肚飯 牛腩飯 還有一個是 還有一個是 空肉飯 第一個菜就是 叫了這麼多東西 還叫多了一個 生寨雞翼 5隻 30元 這個就是59元的車仔麵 油麵 配料有大腸 魚蛋 豬肚 再叫了這個 花生 沙哩汁 超棒 汁是很大份的 蔥還要是多蔥 超甜 超多蔥 這個就是46元的 蘿蔔魚皮餃 金錢肚子買回來的 蘿蔔 超大塊 這個就是備製 花生沙哩汁 平時 四櫃麵很少 這樣跟醬汁 這麼濃 對 很濃 對 很濃 這樣拌下去 大家 看得到後味 看側邊 這個就是生寨雞翼 5隻 30元 不錯 賣相都 炸得挺香 終於到我這個了 就是 貓花菜豬紅豬手 腩汁的油麵 哇 真是很多料 對 它的菜是超多 還有豬手 是給了一塊兩塊 兩大塊 豬紅都不太多 還有麵底也好吃很多 哇 它這個醬汁是很濃 很正 應該是備製 果然是 有料 你看我選了幾個菜 大家可以選兩個菜 20-30元 每個菜的容料是很漂亮的 還有大份 這些菜好像多到不用錢 很多芭菜 外面吃飯很少給你這麼多菜 今天也很棒 炸得很脆 好吃嗎 會辣辣的 新鮮炸出來 看到賣相都不錯 我待會再試一試 真的好吃 還有外皮是脆的 裡面的雞汁 還很嫩 很滑 還有它有西微醃了 味道是挺好吃 蘿蔔是很大 剛才是一間小小伙伴 我都覺得它完全沒有渣 很甜 完全好吃 芭菜很多 份量多之餘味道是好 吃芭菜覺得不錯 我覺吃完這間 它比芭菜好吃很多 剛才我點的 秘製筋前肚 裡面吃了差不多六塊 我覺得真的很便宜 十四元六塊 它的珠紅也不錯 而且很大塊 剛剛吃到這支豬手 也是超大塊 不會太肥 而且它是滯過的 豬手有一種香味 蠻好吃 蠻軟的 我覺得這間車仔麵 蠻好 每樣東西都蠻用心做 因為 吃得出它們的食材 和它們的心機 是吃到的 是的 有時候香港做小店比較難做 很多時候做一下 收拾一下 做一下收拾一下 又是一間 某程度上 香港的車仔麵 都被三個米線打低了 所以比較少 車仔麵做得比較出色 因為它不是即叫即製 全部都要備好料 做很多功夫才有這些配料 你又要炆又要做 搞一輪你才做那幾個菜 要限量 看看每天的選好量有多少 所以大家才可以吃到 這麼好吃的車仔麵 這間店推介指數是五星 環境很舒服 還有食材也很高質 性價比也很高 今生我們吃了這麼多東西 兩個車仔麵 每個46元 加上這邊的車仔麵 蠔少少就59元 加上雞翼30元 那總共呢 就是181元 值得 這間是超好吃的 大家記得過來光顧 支持一下小店